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明天将开始访问俄罗斯 蒂勒森访问俄罗斯前夕 美国巡航导弹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 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 双方分歧继续扩大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助莫斯科特约记者白华 请他来介绍一下美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又将如何互动 以及中国因素的影响 白华你好 徐伯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蒂勒森这一次访俄 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双方在莫斯科将讨论哪些主要议题呢 对 蒂勒森这次访俄 当然主要议题还是这个叙利亚问题 那么在蒂勒森访俄前夕 可以说双方都是增加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比方说今天俄罗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议题 就是西方有可能针对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 对俄罗斯采取新的议论的制裁行动 如果俄罗斯继续支持这个阿萨德政权的话 那么俄罗斯也表态说的 绝不允许阿萨德垮台 那么也不会抛弃阿萨德 那么除了这个叙利亚问题之外 蒂勒森可能还会讨论就是说 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影响 还有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行动 另外一个就是俄美两国军方 未来如何进一步避免擦枪走火的行动 那么美国导弹攻击叙利亚之后 俄罗斯取消了在叙利亚问题上的 2015年签署的一个备忘录 就是保证空中飞行安全 另外一个关闭了通叙利亚的 通美国的军事联络热线 所以说双方擦枪走火的机会 现在是越来越大 这样就是影响两国关系的 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最主要看点就是 蒂勒森这次访俄的时候 会不会会晤普京 那么如果会晤普京的话 就标志着两国未来的关系 可能会有更多的乐观的因素 如果假如说不会晤普京 那么可能悲观因素就比较多一些 好的 那么过去两年来 普京总统在叙利亚舞台上 频频出手并且大展拳脚 那美国导弹这一次 袭击叙利亚之后 普京将会受到哪些挑战和影响呢 白话 对 俄罗斯非常非常多的评论 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过去一直认为 就是说在叙利亚问题上 普京一直在绣肌肉 普京展示硬汉的形象 那么在美国导弹袭袭击之后 那么这个主动权被川普总统给拿过来了 另外一个分析比较多 就是让俄罗斯很难堪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美国导弹袭击的过程当中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是毫无作为 因为过去俄罗斯军方不止一次的表示 就是说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的这个IS-300和IS-400导弹呢 如何如何陷进 那么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呢 几乎把这个叙利亚全部这个给覆盖住了 那么现在等于就是美国导弹攻击之后呢 等于是俄罗斯这个防空系统呢 是毫无作为 那么有许多这个军事专家认为呢 如果假如说俄罗斯要想击落这个美国的巡航导弹呢 可能还需要在叙利亚呢 投入更多的这个防空力量的部署 甚至训练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军人 等于等于说就是俄罗斯呢 可能会更多的这个卷入叙利亚的这个事务 另外呢就是说俄罗斯呢 在美国导弹袭袭击之后呢 也开始进一步增加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 比方说俄罗斯把海军当中 最先进的一艘这个护卫舰呢 现在这个部署到叙利亚沿海了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内问题上呢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 古今呢或许可能就是说 把这个叙利亚问题呢 当做这个转移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一个焦点 可能会更多的这个掀起 国内的这个反西方的这种情绪去不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 美国巡航导弹袭击叙利亚的时候呢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访问美国 并会晤川普总统 那么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过去呢 经常支持俄罗斯 那俄罗斯这一次呢 他是否关注中国这一次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反应呢 白话 对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呢 其实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报道呢 非常低调 而且报道的不多 但其实呢俄罗斯非常非常注意 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美国 导弹袭击叙利亚这个问题上呢 中国如何反应 比方说俄罗斯许多这个分析人士 还有这个高级官员呢 都注意到习近平在美国的时候呢 中国官方和习近平本人呢 没有说任何一句的这个 就是批评美国导弹攻击的话 甚至呢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媒体 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 说中国这个对美国的这个 导弹攻击行动呢 感到理解 总之呢 从这个俄罗斯的分析评论来看呢 俄罗斯对这个中美之间的互动呢 心里有一种这个很不是这个滋味 这种味道 还有很多评论认为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导弹袭击呢 发生在这个习近平方位的时候 那么等于是美国故意 这个给这个中国 不给中国这个 给中国脸色看 那么可能会意味着 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报复 也有分析认为呢 因为这个叙利亚问题呢 俄美之间的关系呢 会进一步走向危机 那么现在美国向这个 朝鲜半岛派出这个 航母这个打击战斗群 那么未来的中美关系呢 也可能会因为这个朝鲜问题呢 可能会陷入危机 总之呢 俄罗斯对这个中美之间的互动 并不是很这个 很这个很这个 很这个很感兴趣 有一个心理和不是滋味这种味道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 祝莫斯科特约记者 白话的连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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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